接着来看到海伦飓风前脚才刚走 另一个米尔顿飓风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附近的海域生成 而且还在短短一天之内从一级飓风迅速增强到最高等级的五级飓风 当地政府不敢大意 也经对超过一百万人进行强制撤离作业 整条高速公路从头开始塞完全看不到镜头 美国佛罗里达州居民带着家当紧急撤出家园 实在很难料到即将登陆的米尔顿飓风会在24小时之内 从原本的一级飓风以爆炸性速度发展成最危险等级五级飓风 Milton has undergone a rapid intensification period all day to day and is unfortunately now a category 5 hurricane on the Saffir Simpson scale basically all hazards are in play here multi hazard event you really have to be thinking about significant wide spread power outages for days where this the Milton crosses the Florida Peninsula 米尔顿飓风即将登陆可以看到超市货架上商品全被扫空 民众堆起沙包将窗户外盯上木板 往下一看道路上还堆满着残枝夹具 海轮飓造成的迫害都还没善后好 史佛罗里达州州长不禁直探 半个月凉起超强飓风 恐怕会对地方造成巨大迫害 米尔顿现在正以每小时180英里速度狂飙 预计美国时间周三会从佛州西岸登陆 然后穿越半岛 当地超过50个县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官方预计有高达1500万人处于洪水警告之中 联邦政府也已经表示会加派人力物资 和当地政府一起尽力将飓风迫害降到最低 记者庄星连离止迎综合报道